雙十國慶即將到來 國軍紀念清晨首次進行全兵力操演 不但氣努克直升機吊掛巨幅國旗登場 還有AT-3教練機組成的雷虎小組 噴出藍白紅三色彩煙 飛越總統府上空 場面相當的震撼 也信不少軍事迷跟民眾早早來卡位 雷虎架AT-3教練機雷虎小組 空中分裂式磅礡登場 呈現大雁隊形 噴出藍白紅三色彩煙 快速通過總統府上空 場面超壯觀 國旗藍白紅三色彩煙 劃破天氣 在空中格外顯眼 不少軍事迷早早來卡位 七努克直升機吊掛巨幅國旗 進場再掀起高潮 有兩架黑鷹直升機 一前一後入圍 五架次永鷹教練機 也編隊飛行高速通過 操演發出的巨大引擎聲響徹雲霄 不少民眾騎了個大早 特地前來觀看 過來那個看飛機嗎 剛剛有看到嗎 有 你看到什麼 看到那個運輸機跟那個 泳 泳鷹 五點就起床 中正紀念堂那邊有看到 有聽到聲音 就是它那個天關機 對對對 來到這邊就等 為了迎接雙十國慶 國慶大會各參演單位緊鑼密鼓排練 二十八號清晨首次進行全兵力操演 十月四號還有一次 搶搶先在國慶前一躲為快 千萬別錯過 記得綜合報導